阿咪 我们现在在wrap luggage 为什么wrap luggage呢? 因为我们怕我们的宝贝 luggage好像会被割滑掉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wrap好 价钱是多少啊? Sandard的wrapping是13块左右 其实价钱也还可以啦 如果大家怕自己的那个wrap luggage 会被挂到 或者被丢伤的话 所以最好就是wrap一下啦 大概个4块马币而已 我们这次要去哪里? 我妈多久之前去过一次pocket 80年前 30年让我妈妈 让我妈妈就地重游普吉岛了 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没有看咯 吃掉东西 最重要是想吃什么?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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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 海鲜 最重要是大家开开心心的 第一次和我的想象 一起过去 今天要带着一家大小区pocket 上至68岁 下至1岁 姐姐入镜 带着一家大小区pocket 要找他玩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在等登机 然后外面现在有点担心 因为在下很大很大雨 已经是 情深正雨梦了 完全看不到外面是长什么样子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看到吗? 我基本上是什么都看不到 已经是大雨到这个程度了 到了啦 我们现在在拿行李 其实行李都已经出来了啦 OK 可是我们还要等人 所以还要再等一下下 你看这里拿行李 这边其实已经有一间卖游泳衣啊 那些运动用品的东西了 然后在那边 这边 你这边店银一下来就是了 然后你就会看 看到有免税品 免税品有卖就 那些酒啊 煙啊 酱水啊 保养品这些东西咯 哦 看到了 Yes 嗨沙迪卡 我去把他们的东西搬 嗨 哇 就是我们机场的街坡车 可是我觉得这就像disco 还有汽彩泥红灯 你看 哦 看了 哦 太棒了 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 哈哈哈 要给个赞 这辆车出租吗 我有点想要跟他租这辆车来 在我们不给手用 我觉得这方便很多 Toyota Rancher 4 六个人在家 很多啦 可是没有问题 这车真的很大量 我们现在在油站 其实 油站的那个 我们在油站买一些小东西吃 然后这里有 炸鸡 的一些hot dog之类的东西 你姐姐你买了什么 我买了 还有两个鸡肉的鸡肉 鸡肉 然后还有一个hot dog 给妈妈和妹妹先吃 诶 那你不用等你的hot dog 我去拿进去 哦刚刚已经拿了 真的是我卖了哦 这里还有卖一些瓜瓜了 看起来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 泰国的7-11有什么卖啊 他们的这个东西都很干净耶 不错不错 这是所谓很出名的 是必买之一吗 哦 他们很出名的 白 and whitening 鸡肉酸 我们吃点买一堆回去哈 这个也是 这个我知道 这个必买哦 这个必买 这个必买 哦这个我有看到 听说是很好吃的了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耶 我们现在到酒店了 这里的check-in是 坐下来 插个手 再喝一杯mango juice 要不要这样黑啊 要讲的是 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工作人员还是没有的 我们是要等一下 工作人员才会出来 好肚子 因为我们这一间是Villa 我们的 它是有这种Buggy车 载我们去到我们的屋子的 所以 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明天我们会爆van 看要到处跑 看要去哪里啦 在Buket旅行有一个优点哦 就是 no plan is a plan 你就不需要规划太多行程 给你自己太忙 就 轻松的就玩就好了 就想去哪里 想到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OK 大家明天见 拜拜 Hello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天 我们昨天book了Portel的Private van 一天是3500泰帕 我们现在要去上Wen咯 然后 等下就会让你们知道 我们今天要去什么地方 Let's go 我们来到第一站是Maling Plaza 可是其实我们来错地方了 其实Maling Plaza 12点才开 我们现在其实来早了 而且我们也来错了 不要紧 我们到处跑看看 然后我们等下就要去吃东西 我们要吃东西 我们好像真的跑错市场了 来我们走 我们走错了 我们在Maling Plaza 我们在买东西 200 1 2002 我妈讲会越穿越厚 可是我觉得只会越穿越薄 咯 Come on 一堆女人来Maling Plaza 虽然人家其实还没有正式开门 可是我们已经下了一场 已经开始购买了 不是说今天不购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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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来到了Pocket的Aquarium 成人是188 小孩子180 如果他是108cm以下的小孩子的话 就FOC 一个人180.8 他只开到4点 所以4点之后就不用过来了 我们现在时间大概2点多一点 所以我们还可以进去看一下 我们来 voir这一块 然后呢 沙对着 然后还是1 names 又太多 break 那就靠陌式 穿它的 Unlike NOW 然后在下 多久才可以吃得完這次而已 應該可以吃一年吧 每天吃我都會吐 我們已經走完了整個水族館了 裡面其實 也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就是水族館一個 可是它裡面有一個 400公斤的屍斑魚 其實一家大小來講很推薦過來這裡玩 因為它裡面的氣氛都很放鬆一下 也很舒服一下 我在裡面其實看了 就很優先的逛了一下 就走走聽聽坐坐看看 然後就這樣啦 其實蠻推薦大家來的 其中一個推薦的點 如果你是一家大小一起來的話 如果你想看些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沒有啦 什麼時候沒聊了 我們去了 我去了 去吃咖啡,去吃海鲜,去吃海鲜,买购买 今天第二天就这样啦 期待我们第三天的星辰 三天可能就黑着过就好了 明天见,谢谢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个like 然后subscribe我的视频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